剛剛你們做的問卷總共有44位同學 我們任文課加有5個同學 應該有50幾個同學 不過應該有同學沒聽到 大家可以看到97%都選的是入門 等於是基本上只會基本操作 如果你假設最好的一種狀況是 你也會以色列裡面的函數 因為你要把以色列學會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學會裡面的函數 如果你對裡面的以色列函數不熟悉的話 那基本上你還稱不上你會用以色列 所以以後去面試的時候 問你說你會以色列的時候 你要能夠答得出來 以色列到底能夠做什麼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裡面以色列的函數 那你一定要知道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 因為現在Charge PD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它對於學習使用這個工具上面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比如說你要寫一點程式 那你把問題丟給他 請他幫你寫一個什麼樣的程式 他真的可以幫你寫出來 而且真的很厲害的程式 他也可以寫得出來 沒有問題 所以我想要知道一下 各位有沒有使用的經驗 目前看起來最多的同學應該是有 但不常使用 那不錯 比大概六 百分之六十二吧 其次的話就是沒有 但是知道 OK 那如果你假設是選沒有的同學 請注意一下 可能之後我們還會用到Charge PD 所以請各位就是說 自己再把那個帳號先 就是先註冊一個吧 OK 基本上你用Google帳號 或者用FB帳號 其實也可以登進去 但至少我是建議各位之後 可以先稍微熟悉一下 怎麼使用Charge PD 那再來的話第三個就是有 而且經常使用 但是沒有那個就是 輔助產生程式的經驗 OK 所以這個區塊錢 因為它真的還蠻好用的 只是說要怎麼用 那之後我會跟各位講 使用的一些經驗 那最好是說 你以後可以朝這個方向去發 這個發展 就是最好可以經常使用它 然後呢並且知道怎麼去輔助 你要就是說 產生相對應的公式這個部分 因為這其實好像也有同學選 選這個選項 這樣就一個 也還蠻好的 因為目前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我發現像Charge PD 在其他方面好像沒有說非常的擅長 但是在產生程式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目前它的版本每面免費是3.5 付費是4 可是3.5的話已經相當的不錯了 OK 但如果你想要更好 你可以再花錢 可是如果你用4的版本 它每個月就要繳200塊美金 這相當於台幣大概 應該現在匯域大概32了吧 大概640左右了 好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Charge PD 可以花一點時間了解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深層式AI 現在很大力在推 Charge PD 其實現在最全力推的就是 所謂的深層式AI 就是說你可以利用深層式AI 幫你做什麼事情 那你要去思考 當然每一個科技需求都不一樣 比如說你可能是文科 他Charge PD可以幫你寫一些文章 對不對 你有沒有曾經跟他互動一下 那他文章如果寫不好 你可以請他修正 再修正 他真的會修正 而且他寫出來的東西不會比你差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他寫出來的東西 一個架構 然後你再去做修改 其實也會審視很多 其實他甚至會做音樂 做圖 或者是說寫程式 這個當然我剛剛講到的 所以這個可以善加利用 再來的話 Excel到底有幾個函數 選不清楚的最多 OK 但其實答案是多少 其實答案就是 選兩個那個應該是對的 其實答案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250到300之間 OK 所以如果你選的是這一個的話 表示你概念是清楚的 那也就是說呢 你學Excel的第一件事 一定要把裡面的函數怎麼使用 一定要學會 不然的話呢 其實一個函數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你變成說你要土法練鋼 你應該會加總吧 有沒有 如果以前加總你怎麼加 有沒有用計算機加 不可能吧 你用上不就OK了 那你要平均 平均就是一個解決方案 對不對 所以呢 它一個函數就是解決一個問題的方法 只是說那個函數 到底哪一些函數可以做什麼事 其一嘛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要怎麼使用這個函數 因為使用函數呢 它多半會很多的框框讓你填 那個就是參數嘛 那如果你給正確的參數呢 它就會給你正確結果 但是你要怎麼學會 這是才重點啊 不是用背的 OK 所以未來的話 可能會有非常多的函數的應用 我們要想一個辦法 怎麼樣快速的解決一個問題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變成要Ctrl-C Ctrl-V Ctrl-C Ctrl-V 那如果你這個資料是Big Data的話 所謂的Big Data就是 書上寫的是 人工沒辦法處理的資料量 其實就可以稱Big Data 那這麼多大才叫人工無法處理 其實大概超過百筆的話 你就覺得厭倦 超過鉛筆你就覺得很煩了 那就必須要用一些工具 那你就必須把這個公式給寫出來 至於怎麼做 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然後再來的話 你比較想學哪些 我看一下 最多應該這個 視覺化爆表 這個其實是Excel現在最厲害的 我覺得它的視覺化工具 已經相當成熟了 因為Excel到目前為止 各位知道它幾歲了嗎 它生日是哪一年知道嗎 其實維基百科都有 你就Excel碰一個Wiki就有了 OK 我跟你講答案 答案就是1986吧 1986那為什麼產生呢 跟某一個人有關係 誰呢 誰要設計這個軟體呢 然後誰去設計呢 這應該大家都聽過吧 最早的版本是在Excel 不是 Excel最早是在蘋果裡面的 Apple 賈伯斯有沒有 它要設計的 請誰設計呢 請微軟的比爾蓋斯設計的 所以呢 Excel最早不是在Windows裡面出現的 最早是在Apple 蘋果Mac上面出現的 Windows還隔年耶 1987才出現的 所以其實算下來 它應該超過幾年 超過30年以上的歷史 然後這個軟體出現到現在 還歷久不衰耶 像這個軟體如果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應該算是非常非常老了 應該可以進博物館了 可是它還在耶 而且它還在就算了 它還在進步耶 等於是活到老學到老耶 它其實沒有老態耶 OK 而且它裡面能做的事情非常多耶 而且能畫的圖很漂亮 因為如果你有用到Python 或者R的話 你就大概知道 其實畫出來的圖 我比一下還是以色的比較漂亮 而且以色的能做的事還比較多 而且設定上面相對友善太多了 OK 而且甚至你延伸還可以跟Power BI串接 有沒有 Power BI可以畫非常多的圖 其實能做的事非常多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熟悉它 甚至你可以不要人工 它有人工的方式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要大量畫圖 我用程式可不可以 也可以 它裡面有提供這個VBA 可以寫程式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漸進的啦 先從簡單的 我會操作給你們看 然後再慢慢的話 再跟你們講 程式該何寫 OK 然後其他還有第二個 大家最想學的 這也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我們的重點基本上 第一個 一定要學會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就學會VBA 方向大概知道一下 那之後的話呢 我建議各位 有時間的話 真的要花時間 因為這個領域 太大太大了 那目前辦公室裡面 用最多就Excel 所以你問你 假設你爸媽 或者是你有在職場上上班的 哥哥姐姐的話 你問他說 Excel這麼重要 我想應該99% 應該都跟你講非常重要 甚至之前好像有學生 那個學生回去問爸媽 結果回來跟我講說 我媽跟我講說 其他科目都學不好沒關係 但是這一科你一定要把它學好 因為他說 他媽媽說每天都要用這東西 OK 其他 當然這個有點太over了 有些東西 底層的東西 就是你還是會吧 你不會的話 其他你會Excel 其實也沒辦法 就是 OK 所以 當然你最好是可以融會貫通 把你原來會的專業知識 再結合另外一個 比如說 跨越到Excel 跨越到程式 甚至是AI 那將來發展應該是 非常 可以期待的 OK 好 所以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哪個學院最多呢 目前看起來 這個學院 文學院同學最多 OK 其次的話呢 理學院 再其次是教育學院 OK 目前看起來這滿平均的 再來就是運動休閒學院 OK 然後 哪個科系的 其實這主要一個簡單的調查 大家想要知道一下 大家對於這個課程裡面的內容設計 有沒有一些想法 至少我知道一些大家的學習需求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門課程的一些簡單的綱要 所以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的問卷 另外的話 雲端的網址可能要記一下 GG 這滿好記的 GG.GG斜線 Excel to VBA 以後的話 相關的檔案 還有就是說 雲端上面的講義 其實都有答案 所以你們回去的話 可能做幾件 這個上面的東西都有 第一個請你幫我 以後上課都是範例檔 所以我之後會跟各位講說 這邊有範例檔 請你把這個範例檔先下載 然後把它解壓縮好了 這個範例檔裡面的話呢 總共也是把它蓋瓜成五個類別的範例 那以後的話我會找一些範例來做一些解說 所以你們把這個範例呢 把它下載它這個DIP 然後也許我把它解壓縮到桌面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範例檔房 範例檔 範例檔在這邊 裡面的話 其實就會分成總共有五大類 另外最後我多了一類 就是樞紐分析表 其他有一些進階的範例 我當然理論上 我會按照第一個範例 先去解說 所以類別大概這樣 就是文字與資料函數 所以比如說這樣 你們可以先打開第一個範例 比如說我之後上課會請你們說 你們先打開第一個類別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然後我們的問題是這樣的 所以打開之後 比如說你打開 你可以看到問題 這個問題裡面就是有個手機 這個欄位裡面是空的 那需求很簡單 請你幫我把後面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變成一個電話的手機號碼 它的規則一定是09開頭 所以09後面就11 然後比照上面的範本 然後一個減號 那如果它裡面不是這個三碼的話 那你要把它補個0 所以就084 然後後面再一個減號 再一個007 所以以前的話你要怎麼做 當然不是要土法煉鋼 不是要叫你0911 不是要自己0911這樣打 然後如果你是這樣在工作的話 那你要 因為像這種比如說某電信公司好了 隨便一個會員系統都是幾萬筆資料的 那如果幾萬筆你每天這樣key的話 你key到下半你就key不完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想個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想一個方式 當然最簡單在eSale裡面的話 就想一下eSale裡面有哪些函數 它可以解決眼前這個問題 當然也不一定要函數啦 先公式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 習慣上先游標放14 然後上面點一下等於什麼 等於09 記得09因為它這個數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雙1號 然後要串資料的話呢 AND AND的話就是串結啦 這個AND符號 然後呢 AND什麼 ANDF2 那你可以怎麼樣 後面再把那個AND 後面加上AND 然後再點一下那個F2 它就把公式放 你可以打個勾 它就0911 如果你還要再一個減號的話 在AND 那再一個減號 再打勾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一個84 可是84的話 大概會有個問題 它少一個0 所以你怎麼辦呢 後面當然你不能說 一個AND AND什麼 AND一個0 然後呢 再AND AND那個84 當然目前以這個儲存格是可以的 可是你上下填滿就不一定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有的是3 你再補個0變4 那不對啦 所以要怎麼辦 你要想個辦法 OK 想什麼辦法呢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有幾個方法 幾個方向去思考 第一個啦 你可以判斷一下 這個裡面是不是三個字 對 如果裡面是三個字的話 那我就不補0 但是如果你不是三個字的話 那你要去算說你要補幾個0 有沒有 怎麼是要補幾個0 那上面有提示嘛 有沒有上面不是有一個 REPT加LEN LEN就是算裡面幾個字嘛 那要重複出現幾個0的話 可以用REPT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的公式裡面要需要函數 基本上可以想到兩個 第一個是LEN 第二個是REPT OK 那你會不會 你如果不會的話 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切到前面的工作表 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REPT 你可以練習看看 比如說你要重複幾個信號的話 那你可以這邊按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文字類裡面的REPT 其實文字類裡面就是我們 這個類別 會用到最多的一個函數 那裡面你可以找找看 比如說REPT嘛 文字類 記著 插入函數是從FX這邊 那你可以找一個類別 叫文字 它會按照這個英文字母排列 我們R開頭的 所以你REPT 以後慢慢習慣 反正就插入哪個函數 然後它會讓你去選 那選完之後 當然你可以看下面有說明 它有兩個參數 然後它這個函數是什麼用途 按確定 那REPT其實簡單講的應該就是 那個REPT的縮寫 REPT 那REPT什麼東西呢 所以你要跟它講 我要重複一個這個信號 它底下有一個這個需求就是 如果它158 那就是每100筆給一顆心 所以它滿100 所以就給一顆心 那這個滿200給兩顆心 有沒有 400多給4顆心 那不滿100當然就沒有心 OK齁 所以意思類推喔 那怎麼辦 你不是叫你圖法 你說老師 我自己Ctrl C,Ctrl V 沒有啦 這浪費時間 所以你可以用REPT的這個函數 那首先當然 Test的指是什麼 文字 什麼文字 就是心號嘛 所以你給心號 意思說呢 我將來要重複的文字就指這個 那你點它之後 這邊會顯示出來 前後也有雙引號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OK齁 記得喔 前後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一定是文字 那要重複幾次 第二個問題喔 第二個問題給他 答案什麼 就是158 但是158就158顆心 不對吧 所以要記得什麼 除以多少 除以100就可以了 除以100之後它變1.58 那心號沒有小數點了 所以它會取整數啦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得到一顆心 可是你如果把它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錯呢 因為你這個公式 必須要知道一個規則 以100裡面只要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的儲存格 比如像C1這個東西 它的C 後面那個1會自動加1變成C2 你們可以看為什麼錯喔 下面這個變成C2 下面這個變成C3 可是如果將來 理論上應該這個2不能改 一定要是1才對 1的話才是幾顆心 所以如果你要固定1的這個數字不變的話 記得這邊加一個錢的符號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加了錢之後的話 它這個列號就不會加1了 這個是Excel裡面一個規則 這個一定要會 按確定 好 OK 向下填滿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 最後可以看到幾顆心就做出來了 OK 這個其他你們有想可以完完看 LEN這邊也有啦 比如你要算這個 身分字號裡面的長度對不對 那你可以再插入 函數之後 找到這個 有一個叫LEN的東西 LEN的函數 L開頭的 然後他需要一個參數 就是文字 所以跟他講說 我的文字在這邊 你幫我算一下 是不是10個字 如果是10個字就對 不是10個字就錯 向下填滿一下 有沒有 有兩個錯 那你可以把兩個抓出來 就不用自己數 身分字號 我們不可能用眼睛去看吧 那其他還有性別 性別的話 就身分字號的第二碼 所以你要怎麼樣把第二碼取出來 然後再判斷說 他是男還是女 這邊如果他顯示男女的話 想想看 那也就是說 在Excel裡面 其實他有很多的函數 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但是有的時候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的時候 通常一個公式裡面 可能會需要好幾個函數 去解決一個問題 那你就要懂得如何去 產生這樣的一個公式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你想不出來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是一個麻煩 OK 所以你要想辦法 所以我是建議 你這個函數一定要非常熟練 看到什麼資料 馬上可以有答案的話 我相信你以後在職場上 應該會非常輕鬆 每天工作上班就是一個 很輕鬆切一的事情 因為很快事情就做完了 你根本沒什麼事情 老闆也不會為難你 對不對 OK 薪水還要照顧 只要你時間到了 在那個地方出現就可以了 甚至以後你夠資深的話 甚至你都不用出現也沒關係 OK 因為現在有那個Wall from Home 有沒有 疫情也許你可以在自己家裡上班 也是可以的 好啦 大概是這樣 你們先了解一下那個 第一個就是雲端上面的範例檔 所以之後的話 我們會從範例檔裡面 去找到一些資料來練習 答案在哪裡呢 跟各位講 在雲端上面的雲端白板 其實上面都有答案 你們慢慢要習慣雲端白板上面 第一個單元是文字底下函數 剛剛這邊會有個文字底下函數的程式碼 包含那個公式都在這裡 比如IP的公式這邊也有 然後MID的公式這邊也有 然後男女的公式這邊也有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每一道題的答案都在雲端上 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慢慢要習慣一下 我將來的相關的資料都會放在這個雲端 所以這個雲端相當重要 包含範例檔跟我們的講義 講義其實就是雲端白板 最後的話還有就是說 之前跟各位講過的那個 之前上課的那個影片 其實我也有把它放在教學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怕比較跟不上的話 你可以看自己需不需要 這個可能自己選擇性的 你如果覺得自己可能會比較跟不上 我剛剛看了問卷 大部分同學應該需要回去先自己預習一下吧 那我會把之前上課的影片都放在這邊 那有2022的還有2021的 當然你自己看要加一個還是加一個 反正就自己看 那這個加入的方式 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是Google論壇 所以第一個你一定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而且Google帳號不要用學校的 因為學校的好像之前同學 要加好像會有問題 最好是用你自己不要用學校的Google帳號 不然好像會出問題 之前有同學遇到 那第二個的話呢 他會有加入的時候 他會出現說 請你給我一個什麼 要求加入之後 他會跳這個 這邊底下有個那個什麼 請你在底下文字方塊中填入說明 那這個底下請你給我一下 因為我沒有這個論壇沒有對外公開的 就是外部的人沒辦法加進來 只有上志門課的同學才能加 所以你要告訴我你的學號跟你的名字 那我要確定說你是上志門課的 我才會願意把你加進來 OK 不然的話 這沒有區別了 變成網路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所有的東西 OK 其實也沒有不可以啦 我只是想要做個區隔 不然的話 OK 影片的話 我大概點擊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其實包含幾個影片 就是20 比如說這個2021 裡面 除了2021之前的上課之外 那我最近又整理一個去年的 上學期的 上學期的1到14次上課 我這邊都有連結 所以如果你想要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 第四 一直到第14次上課的話 這邊都有連結 那你只要把它點擊進去之後 這邊就是一個清單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先稍微預習一下 那相關的資料都在雲端上面 影片在這裡 你可以先預先看 先學習 OK 有問題大家也可以提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OK 然後 所以這個影片的話 我是覺得 應該可以幫助大家 學習 那為什麼會特別想要把它錄下來 主要原因是 我知道很多同學聽一次就懂的 實在是不太容易 但你如果不懂 你自己回去再把你不會的地方看一下就好了 這樣我也不用每次都還要講重複的東西 那你學習上應該比較可以針對自己不會的部分去做複習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雲端上面的資源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課程的綱要 是有點小 可是我把它放大好像它又變成 它又變成像這樣 好像也沒比較大 好啦 不然就先放成這樣 那我待會兒 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包含就是說 我 然後我是誰 OK 然後參考書目 還有就是課程簡介 另外的話 後面就是說 從那個五大類函數再到制定函數 後面我有加一個叫CHARPGVT 輔助那個生成公式與VBA程式 不過這是這學期才加上去的 因為CHARPGVT 根據我自己實際上的使用 之前還不敢這樣說 但這學期我發現可以耶 所以我就把它加進來 至於怎麼用 恐怕之後我們會遇到問題 其實可以順便問一下CHARPGVT 看看有沒有辦法給我們答案 OK 然後給我們答案之後 我可以針對這個答案拿來做什麼 那不保證正確 可是如果發生問題 我要怎麼去應用它 所以按照五大類函數加CHARPGVT 所以課程目標大概就這些 其實就是這樣 以後你們總會有一天畢業吧 你到職場上 如果你希望你上班 情緒是非常愜意輕鬆 每天都可以沒有壓力的工作的話 而且又可以幫別人 當然不用加班 然後又可以將來不斷的升遷 因為你要跳槽其實滿容易的話 我是覺得以現階段的職場文化來看 這個專業技能是絕對必要的 你說科系重不重要 當然科系也重要啦 只是說我覺得慢慢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不同 然後課程目標大概第一個 你就是要熟悉ESEL內建的250幾個函數 那這250這個數字可能不是固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ESEL新的版本它會增加 第二個的話 如果假如在ESEL裡面有一些函數沒有的話 比如說你可能剛好遇到一個問題 你想說到ESEL裡面 有沒有哪些函數可以解決我這個問題 後來想一想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自己寫 怎麼寫? 可以用VBA寫 那VBA要怎麼寫? 這就難了 OK 所以可能會有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使用內建的函數 第二階段的話就是 如果那個問題無法解決 或者說無法有效率的解決的話 那你需要更有效率的解決方法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要寫點程式了 當然理論上 一般簡單的事情用那個函數可以解決 但是比較複雜或者比較大的問題 通常還是需要寫點程式吧 可是寫程式對於大部分同學來說 應該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會漸進的 怎麼樣漸進 其實在ESEL裡面有一個滿好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可以用錄製的 那所謂的聚齊 其實錄下來 它叫聚齊 叫聚齊其實也是VBA 也是程式 只是說這個程式 第一個 ESEL幫你錄下來的 第二個的話它錄什麼 它錄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把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幫你轉變成VBA的程式 就這東西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VBA的程式 OK 那後面我們會講這些該怎麼做 還有哪一些細節 怎麼樣學會是最簡單的 那以往要學這些東西 坊間書籍真的是一大堆 可是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方式 所以我會用我的心得 我直接告訴你說 用什麼方式來學 應該是最簡單的 最簡便 反正你就有能力 很快的把問題解決 那底下會有這些 最後的話輔助這個 輔助的話其實還滿多 甚至你還可以延伸到其他語言 像Python OK 那 什麼叫深層式AI 其他等一下我會介紹我的檢驗 因為現在下課了 所以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OK 欸也可以啊 可是 你還是 反正就只有以Sale 對一定要以Sale 對 那可能還是再一下 而且 對啊 因為我有那個360 我有買那個企業版 可是這邊也有啊 就是 版本不知道不一樣 你可以看看啦 因為哪一個方式 作業是通常在這邊就可以 有作業嗎 有作業 就是每個禮拜都有這樣 對對對 那今天可能 第一次沒有 對對對 上課會